Let's go 这玩意你还记得吗 打弹珠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玩过 但是说真的 我当初只有输的份 没有赢的份 离直哪八哪也差得很远 但是这个行业也有专家 这次我们请到了非常厉害的明大宝老师 他打出了弹珠 有着令人惊态的强度和精度 有了他的加持 配上你的训练 也许就能重拾童年这份快乐 甚至变得更强 所以您老师到底怎么样才能打好弹珠呢 这个很简单 首先把大摩哥插到无名指跟中指的缝隙处 插得越深力量它就越大 第二步就是把弹珠固定在大摩哥的关节处 跟食指的指尖上 打的时候食指作为一个准型 一歪头一瞄的时候 手指尖一定就描好那个目标物了 打的时候要迅速 需要注意的是大拇指往外拔的时候 手一定要握时 打的时候要迅速 在紧握的压力下 大拇指能够获得比较大的弹力 让弹珠瞬间弹出 相比较我们小时候常用的打法 也就是用食指 或者中指夹住弹珠 再用大拇指拔出 我们今天学习了打弹珠的方法 能够让弹珠获得更大的力量还有速度 也能够更准确 但是我来打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演的就是 加油 可以 学会了 出师了 物性很高 孙金老师你看 这个打弹珠虽然我之后可能打不出来了 但是我莫名其妙地学会了我的第一颗 这个技术我也算是掌握了对吧 尾巴也翘到天上了 您说有什么办法能把我这种新人打回地面 让我看看大师的实力 你把它抛起来 换了一颗 厉害吧 如果外星人来了 恐龙复活了 你还怕吗 我不怕 我有弹珠 难道说 他就是传说中文 祝祝侠 装嘴 记得关注